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某轨迹已经开始翻搅了 樊乐和吴伟他们已经在找了 获福相依 你也不要太着急了 是新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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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天 好像有外力在刺激心魂之力 怕是不妙 我去找他 鹊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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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阿 鹊鸟 鹊鸟 你开门阿 姑姑 1 2 4 20 bardziej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但你可知道你是谁 我只是个平凡之人 那你还想救曾生 要救他们其实不难 还请前辈指点 心之所致无人可阻 心之所致无人可阻 前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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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 恭喜公子 出了心头大患 从此以后是见再无秦门天这号人物了 公子大才 亲家小儿当然不是公子的对手 你们做得很好 我会给你们奖赏的 多谢公子 你们的确是忠心耿耿 但是有很多事情 你们不该知道 不好 新婚时被控制了 只怕是暗夜族 一旦新婚时离身 问天就有危险 我们得抓紧时间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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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問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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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是說壞啊 問天他沒什麼事 你不用擔心 只是受了點小傷 等他傷好了 我帶他來看你 如果只是小傷 你說話為什麼吞吞吐吐的 我 有嗎 師姐你告訴我 問天是不是受傷了 他是不是傷得很重 清城 你別擔心了 問天他沒事的 你先吃點東西吧 來 坐 對不起了 師姐 你怎麼這麼做 你不知了 你呃 你不不知了 你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 她不知了 她不知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在干什么 温天呢 我要见他 听我说 暗炎妖黄应该从他身体里面把性影势分离了出去 我们当时也是父辈受敌 不得不仓促逃离 但温天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不得促了 跟长江 下人的 一人 有 是 无非让我看到她的尸体 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去把她找回来了 卿城 你要去哪儿 不要胡闹 让她去吧 五位 樊乐 跟着保护她 是 她回来的时候 带她去天心阁一趟 是 卿尔 卿尔 你没事吧 师父 卿尔没事 我只是 只是 只是 心绪有些反乱 卿尔 欲速则不打 卿尔明白了 师父 师父知道你非常努力 只是 你还得出去多走走 别总是把自己困在房间里面 好啊 没想到你居然建了暗夜妖皇的手杀了秦文天 反正我们也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也就省了我们自己动手了 嗯 这下好了 只要秦文天不能参加军林宴 那义恒就不能释放秦川 再往下 只要我们不出什么差错 大翼江山对我们来说 那就是唾手可得 我现在就去告诉义恒 而且顺便 还能请一个大功 爹 凯儿以为 不如再等一等 不到他们火烧眉毛之时 他们是不会知道我们叶家 才是异国的中流砥柱 到那个时候再去请宫 岂不是事半功倍 好 就按你说的办 清儿 孟与师姐 你这是要干吗去啊 我准备去阁外 帮师父收集陈间路 陈间路 反正清儿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我帮你去取 这不是一般的露水 收集起来费时费力 你确定 没关系 清儿不怕 更何况 这是为师父去取陈间路 师父带清儿这么好 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 好 你既然有这份心 我想师父必然会很开心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我现在就去 好 好 两位大哥 你们是在哪打的水啊 这是对面农夫山上 墨崖泉水 又干净又好喝 墨崖泉水 对 我可以尝一尝吗 可以啊 好干烈的水啊 是啊 这是我们刚从农夫山上 担下来的 新鲜得很啊 这水不比山间露茶 如果带回去给师父 他老人家肯定会喜欢喝 二位大哥 请问农夫山怎么走 这位姑娘 您穿过这座山 到达山顶就是了 对 谢谢二位大哥 没事 没事 二弟 别来无恙啊 恭迎大哥 恭迎萧公主 咱兄弟俩还客气什么 上来 好 鲜花 鲜花 刚摘下来的鲜花 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吧 刚摘下来的鲜花 雪云国九玄宫的使者来吗 也不知道今年的军林宴 是他们雪云国九玄宫的强者厉害 还是我们一国的武修纪高一筹啊 九玄宫 最为雪云国最强大的武修门派 但与我们九玄门和皇家学院的弟子相比 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 可不是吗 特别是金宁主 譬如九玄门的晴问天 听说他在天庸城 曾一口气登上霸王台阶的十二级台阶 呼声很高啊 对对对 还有清城郡主 她不仅是大义的第一美女 还是个修为非常高的天才呀 可九玄宫也不是吃酥的呀 那倒是 还真不好说 今年谁胜谁负了 依我看 今年的军林宴可有好戏可 今年金门宴 一国可有什么能人能出战 没有 我听说有一个叫秦问天的 秦问天确实一国年轻一辈的翘楚 但想应战千秋却没那么容易 不所畏惧 更何况啊 我过来参加这次军林宴的人 可都是些能人意识 我们准备充足 大哥不必担心 那个墨星城呢 大哥倒是多虑了 且不论墨星城修为南胜千秋一筹 他贵为郡主 只怕是不会参战的吧 一横啊一横 年年都是你看我雪云国的笑话 这一次我也要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 大哥一路周车劳顿 随我回一盏歇息吧 少公主如果未来 恐 doable 都赶紧脑 只有梦 朸相把日子带滚 不群。 万要求辩计 萧公主如此风姿都说雪云国人才辈出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摄着王太矮了 萧公主 每五年一届的军林宴 挑选一批青年才俊 夺得军林宴头筹的人 可以在雪云国与我大义国的大力支持下 进入败剑城夺得紫剑 从此独步天下 雪云国也可以与我大义 通过军林宴互相切磋 学习一二 冠军侯才华满腹 摄着王雄才大略 大义国必定国运昌龙了 小公主过奖了 这两年雪云国也是人才辈出 国运兴旺啊 摄政王谬赞了 我雪云国不过营火 尤其能与大义的日月之辉相征 小兰再敬摄政王冠军侯一辈 父王 儿臣有一提议 讲 军林宴召开在即 今天有高棚满座 何不小事牛刀已助九姓呢 这个 好 舍弟萧绿不才 在我雪云国也算榜上有名 不如就让舍弟领教一下大义的实力 也免得他赘待修行 固步自封 好好好 都以萧公主罢了 但是大家要点到为止 切不要伤了和气 那是自然 二弟 那萧绿就献丑了 雪云国萧绿讨教一国才俊 不知大义将派何人出战 天骄不才 还请萧氏兄多指教 行 请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那就比比谁快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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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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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大义必败无疑 这让本王的颜面何蠢 父王息怒 咱们 咱们不是还有秦问天这个筹码吗 让他去和骆前求打 秦问天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他若真的赢了 那本王岂不要兑现承诺 将秦川放了不成 其实除了秦问天 还有一个人实力也很强 谁 快说 那就是墨家的清城郡主 墨清城有这么强的实力吗 只是估计清城郡主不愿意来 而且秦问天也不会来参加军令宴了 为何 此刻的秦问天 恐怕只能参加阎王殿里的军令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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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心中有数 带我来这干吗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一下 你说吧 问天的事情大家都很惋惜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君临宴 你绝对不能去 姑姑 问天几番与我出生入死 如今他下落不明 他的父亲我不得不求 秦将军的事情 就交由我和院内的其他长老来处理吧 君临宴让义恒松口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不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 可能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君临宴我必须去 我必须要替问天救出他父亲 你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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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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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决定了 我只是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除了我的脑子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一定决定了 你可能决定了 我一定决定了 我 защ养 5拳子 一件决定了 我好像决定了 我还决定了 如果决定了 姑姑 这是九华门地义院长 早在五百年前 便在此地设立的天伐之阵 困入此阵之人 修为禁锢 一切神兵皆不可用 卿城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是绝对不会 让你去金陵宴的 姑姑 我